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另外一个习惯就是在时间上我会给自己一年十二个月最起码要看十二本书 如果少过十二本的话呢我就很沮丧超过十二本的话呢我就会非常的开心 那我一直都在All My的部落格上面做这样子的记录 从All My 07年开始成立我开始了我的部落格之后我每一年都把这书的封面放上去 然后甚至呢会把所有的每一年书的封面全部截记起来 然后印成一小张明信片然后放在我的书架上面提醒我自己说 我那一年的成就感呢就是来自于我的阅读习惯 我觉得阅读就是你跟你自己的一种省思 你可以进行反省 你可以进行思考 但是很重要的是我觉得你需要找孤独时间 需要找跟自己相处的时候 阅读是非常自私的 不需要有任何其他人的参与 完全是在个人的世界里面 我想过电子书的方便 但是我不喜欢电子书的重量 因为它太硬了 那反而是实体书 我觉得它有硬有软的部分 那其实在阅读的时候呢 我还是喜欢在翻阅纸张的时候 听到稀稀缩缩的一种翻纸的声音 那对我来说是一种质感 而且电子书不容许我在上面做笔记 写了一批 那凡任何的实体书都可以这样子做 对我来说它也是一种收集的习惯 就我很喜欢看到我的客厅书架上面 满满的摆满很多书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收藏的满足感